蔡兆芬和老公张俊 由拍拖结婚至今 生了两个女儿一个儿子的他们 越见恩爱 究竟他们两个是如何维持这段甜蜜的婚姻 在平凡日子制造心动的感觉 处女座的蔡兆芬和金牛座的张俊 属于平稳踏实的土象星座 即使手持估计过亿元的物业 生活依然朴素简单 过去蔡兆芬曾经在微博晒出 与张俊一齐做的七彩朱古力汤圆 虽然不知味道是怎样 但身边的人都可以感受到 这道汤圆一定甜到入心 那你旁人的目光 当年仍是无线的当家花旦蔡兆芬年轻貌美 与当时还未有太大名气 国内舞打演员张俊传出婚信 很多人都因为女强男约 而不看好这段中港婚姻 婚后的张俊搬来香港住 很多人说他靠老婆 直到2014年 张俊凭着一代宗师 获香港电影金奖奖 最佳男配角奖的时候 他都不忘在台上 搭借老婆蔡兆芬 有人说我这辈子都会要靠她 我可以告诉大家没错 我这辈子的幸福就是要靠她 幽默轻松的相处模式 蔡兆芬因为普通话水平偏低 而成为内地网民的讨论话题 张俊曾经有一段 吃饭那时的短片 在网上风传 蔡兆芬看到这样都立刻在微博回应 看来有人命不久矣 二人打情骂钓打到上热门搜寻 可以见到网民有多喜欢这对可爱的夫妻 解此出售 解此出售 解此出售